基督教的盛气约贵,为什么会神秘失踪? 雄伟的金字塔,真是埃及人建造出来的吗? 天文发达的古玛雅,怎么突然就消失了? 著名的法老,图坦卡蒙灵墓里,到底有哪些可怕的诅咒? 远古时代,为什么会经常发掘出一些高科技产品? 传说中的大西州是如何沉默的,强壮的尼安德特人为什么消失? 慈海古卷中又到底记录着怎样的惊天秘密? 约贵之谜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神秘的生物,它存放在西奈山顶,圣经中说它是神和以色列人的通话工具, 甚至是最可怕的武器,约贵是否真的存在? 它到底是神话虚构还是古老发明? 甚至是地外文明与人类沟通的史前电话机? 3300年前,上帝将先知摩西召唤到西奈山顶,先是授给他一套法典和教规,让信奉犹太教的西伯来人必须遵守和照办。 随后,上帝又亲自用手指在玛瑙板上写下十诫圣语。 也是后世以色列人的法典,他告诉摩西,要找两名能工巧匠,用造甲木、黄金、白银、青铜、玛瑙石、公羊皮和山羊毛等原料,制成了一个神圣的柜子。 这个柜子,从尺寸到用料,从颜色到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。 摩西不敢怠慢,他找了犹太人中手艺最高超的两名工匠,夜以继日终于制造出了著名圣器——约柜。 在旧约《出埃及记》第25章第40节中,要谨慎做这些物件,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。 这句话,是文中记载的上帝曾说过的一番话。 约柜的十恩座两端还必须有两个黄金制成的小天使,这样上帝才会降临,会见摩西。 为了体现约柜最高的宗教地位,西伯来人把他放在圣堂会墓中,约柜非常神秘。 旧约《出埃及记》中记载,当云彩停留在天使翅膀之间,即使摩西也不能进入会墓。 除了犹太教最高长老拥有每年进入圣堂一次探视圣物的权利之外,其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圣堂。 而约柜又是圣经中最恐惧的武器。 西伯来人认为,它既是神圣的,也是强有力的。 任何想随意接近约柜的人,会立刻被约柜处死。 在圣经中,有很多关于约柜的记载,比如,在征服杰瑞库的战争中,西伯来人抬着约柜来到城下,他们吹响羊角,坚固的城墙就像纸做的一样被吹倒。 杰瑞库城从此被征服。 约柜对自己人也是恐怖的,先知摩西的侄子把错的祭品放在约柜前,结果被上帝降下的火焰活活烧死。 又有一次,大卫负责搬运约柜,乌萨驾驶车载有约柜的马车出发,半路上马绊了一跤,车身摇晃,约柜就要翻倒。 乌萨忘了不能接近约柜的戒律,慌忙伸手去服,结果当场被雷电劈死。 公元前1050年,斐利斯人击败了西伯来人,把约柜占为己有,并带回自己的城市艾科隆。 斐利斯人把约柜放进神庙中,第二天却发现斐利斯人崇拜的异校偶像龙的脑袋和手都没了。 而艾科隆城突然兴起麻风病,痛苦的灾难,令斐利斯人把约柜还给了西伯来人,麻风病才停止。 公元前1000年,大卫王把约柜带到圣城耶路撒冷,而大卫的儿子,以色列最聪明和富有的所罗门王,在这里修建了第一座圣殿。 约柜被敬奉在圣殿内最神圣隐秘的地方,只有最高级别的神父在赎罪日才能进去。 所罗门王死后,犹太王国分裂成犹太国和以色列国。 以色列没有宗教中心,祭司们只能到犹太国的圣城耶路撒冷去献祭,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,约柜却神秘失踪了。 以色列长老耶利来,在巴比伦人撤走时,来到圣殿废墟,想找到约柜并偷出耶路撒冷。 他在已经被移为平地的圣殿废墟中,看到了著名的亚伯拉罕巨石。 之前约柜就在这块巨石上,但此时早已无影无踪。 几千年来,失落的约柜吸引着无数探险者为之探索,但直到今天,还是下落不明。 关于约柜的下落,千百年来众说纷纭。 在2002年,著名法国宗教学家皮埃尔说, 约柜很有可能藏在亚伯拉罕巨石底下的暗洞里,那是一块长十八米,宽十四米的花岗岩巨石。 用大理石柱指称,这块巨石也是伊斯兰教圣物。 据说,伊斯兰教创始人莫罕默德,就是才在这块巨石升天去听真主启示的。 亚伯拉罕巨石被穆斯林视为圣石,在圣石下面的岩洞堂高达三十多米,完全能藏约柜。 但这里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圣地,不可能被准许挖掘。 但也有人对此观点表示怀疑,根据记载,公元前一世纪时,耶律王曾经翻修圣殿,他命人掘地三尺,一直挖到岩床也没发现约柜。 对,又有传说,约柜藏在约亚暗道里,那是大魏王攻打耶路撒冷时偶然发现的一条能通道城里的神秘通道,而且还和所罗门王圣典相连。 在1867年,一名叫沃林的英国军官,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清真寺遗址中,发现有条暗道,他顺着暗道一直走,居然进了耶路撒冷城。 有学者估计,这条地下通道,建于公元前两千年,并推测,它很可能就是约亚暗道,但约柜在哪里,仍然不知道。 虽然约柜一直找不到,但也有人试图用现代知识去猜想和解释。 2004年,英国学者安德鲁按照圣经里的描述,制造了约柜的复制品,他说,约柜的设计实际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,能存储电能,金子是最好的导电体,而木头又是最好的绝缘体。 安德鲁在同年10月6日的英国每日邮报上发表了见解,也许那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学会制造续电池,那么约柜就是最好的设计方案。 安德鲁仔细进行测试,来证明约柜就是一种原始电容器,能积聚和释放电荷。 约柜在被放进圣殿之前,一直处于以色列干燥炎热的沙漠中。 安德鲁认为,约柜和炎热的空气摩擦让它能不断地积聚静电,就像汽车在热天会产生静电。 电荷的电量取决于湿度、温度、旅程长短和行进速度的程度。 在这种情况下,电荷强度会相当致命,这很合理。 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,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摩西的侄子只是碰了一下约柜就被击毙。 如果约柜真是古代的高压发电机,可设计制造的知识又是从哪来的? 难道是神的灵感? 于是人们有了更大胆的猜想,约柜很有可能是摩西和宇宙飞船之间进行联络的设备。 难道,圣经中那位令人敬畏的上帝是来自外星文明的宇航员? 那么,神秘的约柜当然是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最好题材之一。 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合拍的出色探险动作片《夺宝骑兵》系列, 第二步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 片中,由哈里森福特扮演的聪明博士印第安娜·琼斯为了夺回约柜, 不得不面对强大的纳粹德国。 他单枪匹马,穿沙漠,钻前艇, 最后终于保住了约柜不落入希特勒之手。 而为了毁灭世界,冒险打开约柜的纳粹将军, 却被约柜那巨大的力量瞬间杀死。 电影终究是电影, 但约柜到底确有其物, 还是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, 现在谁也不知道。 毕竟没有多少人看到过真实的约柜, 也许在某一天, 人们发觉某个建筑时, 神圣的约柜就会突然出现, 大白于天下呢。 神圣的约柜